另外政府有提出申請安買房貸款 現在出現有人把這房子買來稀人 有的是借人頭去買房 現在北大公共銀行都回家 財政部也有公佈最新的措施 買來有向這種情形 未來買書用申請安方案 都要簽設計書 在這設計書裡面還有申請一條 說貸款限定只有一次貸款 政府提出申請安由於出貸款 所造成全組和人頭好這些問題 之前財政部是要求八大公共銀行口來對手 現在傳出一些銀行在調查後 只要出幾百個是技術人頭好 還是全收全組的狀況 現在財政部要在二百五個出公共銀行口來開會 要求他們雖來對手 而且回報請財的結果 絕大部分都是沒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都是極少數的 頂多一趴兩趴頂多 大概是這樣 根據財政部上新的統計 新清安過年八月抽一種路 到今年的五月底 加起來是財台五萬七千九百八十 財台金額有四千兩百八十一億多 這麼多 財台區那些是新北市的十九點九五百 獎最多 再來是高興市和台中市 近一部來看家的買賣總計 是一千五百萬以下 占比到七十八點一百 財款年數是三十一年到四十年最多 占比到五成 為了紅豆新清安 向北斗購買用 財政部市要求各項庫 強化財政財後的管理基礎 新代貨也必須要簽設自己的 設計書 在這新清單只能夠財一百的條款 就是在那九年八月抽一六 經過銀行協財申請的財款的人 從今年的六月二十一開始 就不能再一次來新代 新代戶的真提 請他們要提出自助的切結書 現代一次 因為我們希望說這個貸款 是真的給有需要的民眾來使用 加強管控的部分 我們會透過政府的資料去勾激 有沒有符合自助的這樣的情形 南清華說不僅不會有百負責任何的犯罪 但是又均重來檢討政策 以下強調說 對新清安認可危機的行為 絕對是零吞潤 一定會查到地 請新代貨不要準時不會怎樣就試看看 記者綜合報道